过了这黄泉路便是望川河,望川河上有座奈河桥,待会儿别往桥下看,当心被底下的鬼魅迷了心智。 越往里走,越是阴森。 咦,竟儿这些吃没汪凉,倒是老老实实,平日里总是叫气着下心来的。 你这小姑娘,倒是不像旁人,下来哭哭啼啼的,吵得咱们兄弟耳朵都聋了,还吵吵闹闹,有的还不服气,要回去呢。 进了这地府,可从来没有回头路可走。 十殿阎罗掌管人间生死秩序,便是十殿阎罗允学,天道也绝不允许。 来了便好好地走完最后一程,咱们兄弟也不为难你。 两个阴差,大概看他面容娇小,又一直安安静静,不曾吵闹,倒是多了几分指引他的意思。 这奈何桥下都是冤死不愿意投胎的亡魂,他们心中有怨气,不能投胎,这地界阴风阵阵,不过你也别怕。 秦欢站在桥上,朝着那河里看了一眼,望穿河水,黑漆漆的,映照出的面容与他有三分相似。 不过,眉宇间少了几分身为神尊的傲气,反倒是带了几分淡淡的酬绪。 看起来十七八岁,正值花样年华,便早早去世,倒也有些可惜。 秦欢从水中瞧见那张脸时,整个人都瞪大了双眼。 这,这,这不是神主那个心上人,在东城立了雕塑的女子吗?这是她,她死后? 望穿河里不渡客,生死桥上化前尘。 过了这条河,过了这座桥,便真的不是人了。 秦欢站在桥上,感觉她脚步突然一顿,转头朝着身后看去,望着天际。 小姑娘,你是在等人吧?咱们来给你绝魂时,就瞧见你站在那里,望着天边。 你这孩子,年纪才多大,看着也就十八九岁的样子。 她说,会回来接我。 好了好了,人死如灯灭,一切都结束了。 若是有缘,下一世自然会再见。 你这般大年纪,想来也没造过什么杀你,下一次定有一事好机会的。 走完这奈何桥,桥头有个孟婆,你喝她一碗汤,便忘记凡尘所有吧。 隐差想起,不少人都抵触孟婆汤,顿时笑着道。 孟婆汤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,既然回不去,便好好开始新生吧。 那,喝了就能忘记她,那真是个好东西啊。 隐差无言以对,便领着她到了桥头。 喝了我的汤,忘了那个她,喝吧,你叫什么名字? 她叫我小不点,我,我叫云瑶。 她依稀记得,神主叫云衍,也是了,那时天地初开就只有他们二人,云衍、云瑶,倒极其相衬。